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开通洛杉矶到沈阳的航线 这是咱们目前中国东北第一条直通北美的航线 意义是非凡的 那么沈阳作为中国的重要的东北的一个门户城市 在过去被称为东方的卢尔 也被称为共和国的展子 这说明了它在历史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 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今天的开行 我相信一定会被今后 不仅仅是两个城市间 更重要的是两个国家之间 在经贸往来 创造更多的机会 增强人民的互相理解 我们下期再见